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在当天凌晨以母亲的话想以民族的日子名义 透过中心网站、YouTube频道以及脸书粉丝页公开 受到朋友们支持鼓励 非常感谢大家 为了更多朋友机会回到说足语的行列 本中心真足语短片的活动将持续 愿意在镜头前面挑战时秒说足语的人呢 都欢迎将影片寄给我们 我们将会在中心年度成果展日公开 上周的外电中我们看到澳洲维多利亚省期间 中小学开设足语课程 一周一小时 当地的老师形容 学习母语一小时就像是和原民文化和解一小时一样 这个比喻十分的贴切动人 在加拿大我们曾经介绍专栏作家认为头目要求足语预算增加 以及变成官方语言不切实际 第一民族大学语言学教授就跳出来讲话 他认为专栏作家是责怪的受害者 若非加国政府施加制度性的歧视在第一民族身上 足以怎么会流失呢 况且加国政府也没有那么大方 原来说好的预算最后都遭砍 从第三个观点看 头目及作家的对话还是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中美洲墨西哥的危机即将要增加两种足语版本了 玛雅语及Mistique语 计划主持人伊范·马丁奈斯表示 这都是族人努力的成果 由族人倡议及翻译文章 翻译数量到了便开放线上搜寻阅览 这个是由下而上的足以复证范令 当地学者也都会以危机作为教学的素材 回到亚洲 我们介绍菲律宾有主要有八种语言 包括达嘎诺语 以及非国北部的伊罗嘎诺语 这个语言和印尼语 马来语 夏威夷语等南岛民族语言都相关 最后透过了花盛顿邮报的七张图表 我们看到世界语言的现况 包括了亚洲语言最多样 汉语的使用人口最多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语言多样性指数最高 世界有101个国家都使用英语 有35个国家以英语为官方的语言 而且学英语的人口超过了其他语言的总和 不过多数语言的使用人口都很少 有一半的语言即将在本世纪结束前消失 这个的确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了 本周我们就为你介绍到这边 感谢收听 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中心 足以外电快讯 下回再陪你 环游世界